这天晚上天黑之后 森林里传来动物的嚎叫声 让野狼觉得有点害怕 我的天哪 那是什么声音 好害怕 小羊 小羊去哪里了 风吹得树枝晃动发出声音 树叶飞落 让野狼更紧张 天哪 我还不想死 野狼是我啦 小羊 刚才是你嘛 你怎么还没变装啊 我从一出生就穿这套衣服啊 那你今天应该要变装才对 穿了呀 我是个狼人 狼家人 懂不懂 你 你还不是扮成公主 这样一点也不可怕 首先 不需要可怕的变装 只要变装都可以 第二 公主也是可以很可怕的 看我的歌 好吧 哦对了 怎么没看到天才小羊呢 可悲的凡人 你们怎么敢提到天才公主 我是黑暗之王 我是最强的吸血鬼 我想应该是最笨拙的吧 我以为你今年不会参加万胸杰派对 我改变协议了 那我们赶快出发 去要糖果吧 太棒了 我喜欢糖果 只要敲一敲门 就有糖果可以拿 真是一年最棒的一天 野狼 天才小羊跟时髦小羊 沿街敲门 拿到很多糖果 他们玩得很开心 但在找适合的地方 数糖果时 他们发现了一栋 以前没看过的房子 这房子 一直都在这边吗 我第一次看到 还是不要靠近比较好 我感觉有一点 你怎么了 害怕了吗 别开玩笑了 只是有一点 别担心 只是一栋旧房子而已 我要去敲门 我会是今晚得到最多糖果的人 没错 我要拿糖果 为了糖果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要敲门 野狼快点啊 按门铃 好 交给我 太慢了 还是我来 他们按下门铃后 脚下陷阱的门就打开了 他们马上掉进 看不见的地洞里 不见了 你来说��릴 这就说了 只有勇敢的人都跑出去 你是谁 我是万圣洁生王 这时候突然有好多蝙蝠飞进房间里 糟了,好可怕 好多蝙蝠,赶快跑 他们出来之后分头跑 野狼跟时髦小羊跑进同一个房间 如果,如果我可以逃出去的话 我要把所有的糖果分给农场的小孩 天才小羊跑进了另一个房间 按了放在房里的控制台 这时候,时髦小羊跟野狼坐在房里的床上 这张床舒服吗 天哪 床单竟然会说话 快点,给我糖果 拿去,都给你,全给你 我要离开这里 再见 野狼,快点进这个粉色门的房间吧 你最棒了,时髦小羊 真高兴,真高兴我们进了这间房间 我今天真走运 这房间里有好多的蛋哦 嘿 等等,你要绑架我的小孩吗 把蛋放下吧 我们快离开 哦 这是什么 一颗超大会说话的蛋 不是,我不是要绑架 我是想送给他们糖果 你们真是太可爱了 我,我,我差点在这个房间里送完所有的糖果呀 好了,我们赶快离开吧 说真的,我真的非常不喜欢这间房子 是啊,赶快离开吧 我也不喜欢这里 小羊,你看啊 这间房间里有好多南瓜 我们拿几个走吧 这样就可以在家做南瓜派 毕竟今天拿到的糖果几乎都没了呀 野狼在拿南瓜的时候 突然所有的南瓜都冻了起来 一个南瓜头山羊身体的生物出现在他们眼前 嘿,听着 你这个假狼人 我要把你变成野狼派 马上跟我去厨房 还有你山羊 我要把你变成山羊派 嘿嘿嘿 野狼派 不太好吃 我不希望你浪费时间 我吃过,真的很难吃 我自己决定好不好吃 我来 不要 糖果都给你,拿去吧 你吃这个吧 我不想要被做成野狼派 哦,天哪 石帽小羊 把糖果全给他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这个房子好可怕哦 差点逃不出来 哦,所有糖果 全丢在里面 现在没东西吃了 哦,我刚就说不应该进去的 我知道我们可以吃什么 救命 石帽小羊快跑啊 等等,野狼 是我,天才小羊 别怕,这只是恶作剧 什么 是天才小羊 万圣节 这些全都是万圣节的恶作剧吗 哎呦,我的天啊 天才小羊 你真的把我们都吓坏了 你知道吗 你实在太成功了 哦,天才小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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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